臨近碎晚 黃大仙靈世熱鬧 其實黃大仙除了香火特別鼎盛 還隱藏了不少民間美食 在黃大仙池裡面入道的弟子 就叫道士 比較資深的就專稱為道長 大家好 我是黃直偉道長 本樣的道號是截師 黃大仙池澤驚區內95年 已穩屬於黃大仙人的地道風味 由池內的道長大陸就最適合了 泳泥園四川菜館 是區內出名的老店 有人以為這裡是黃寶泥泥園的分店 其實兩間各有各做 這裡由泳泥園已故創辦人的 第二任太太楊老太主理 道長每個月有一天會參拜 這一天會守齋 就會來這裡吃素菜餃 我的皮非常之硬 味道不錯 餡是冬菇 白菜 蘿蔔 齋得很徹底 我們這裡用的全部是素菜油 就不會要你用外面的豬油 道長平時經常來吃淡淡麵 麵條每朝早手打 但牙油蛋香 湯底是牙了幾個小時的豬骨湯 吃完淡淡麵 我們就來到同一條街的涼茶店 夜間天然堂開了三十年 老闆很低調 幫助的都是熟客 但我們這次不是來喝涼茶 夜來吃杏仁豆腐花 這豆腐花非常滑溜 非常好吃 它的質感不像一般豆腐花 反而像果凍 豆香之外還有淡淡的杏仁香 如果不介意地貓一點 在沙田咬到小巴站旁邊的鳥屋 有一間做到第二代的無名小店 現在由二十出頭的兩兄弟幫手 碗油渣麵竟然有適入大瀚村的風味 油渣炸到金黃酥脆 喜歡吃辣的人可以加備製辣菜譜 吃下嘴唇和舌頭都有麻痺的感覺 講完有什麼好吃 新年來黃大仙當然要拜神 道長這次帶我們走訪池內的秘境 非聯台是黃大仙師的政室 只有弟子才可以進入 據說日軍時想強搶這塊牌扁 落手的時候竟然失足 最終就放棄了 除了參觀秘境 還想帶大家看看遊客城 拜卓神許蔡縣的地方 原來園中的義蜜堂 是供奉鮮渣道長的地方 但因為有個物字 就被誤會為拜園會甜甜蜜蜜 而園內的肉譯詞 其實不是許願詞 大家不要再放些銀子去許願了 很多人來黃大仙都會求籤 原來現在有數籤機 求籤內的晶片就可以點齊籤數 少了支上上籤都一定發現 下次來求籤就放心了